HELLO,大家好,我是HIDI 上次我分享了一些比較常用的眼影盤 看到留言,有人想看唇膏片,我是記得的 所以今天我就拿了一些整天用 長期放在手袋的唇膏跟大家分享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千萬不要錯過 在疫情期間這幾年,整天要戴口罩 其實我都比較少用唇膏的 通常是拍片,出現場,或者是約朋友吃飯,拍照的時候才會塗一塗 今天就跟大家分開兩個category 一個就是純粹喜歡它的顏色 是剝口罩的時候,拍照的時候,拍片的時候才會用 另一個比較日常的,因為沒那麼容易貼口罩 兩個我都會放在手袋裡備用的,大家都可以參考一下 這三支就是我覺得顏色很漂亮的代表 好,就算它們沒那麼持久,會黏口罩,但我也很喜歡 說了Bobbi Brown的這款Lust Lip Color 也是今天這條片我現在在塗的唇色 它的色號是Afternoon Tea 它是一個很漂亮的玫瑰烏龍奶茶色 你看到是很順滑,亮澤型的 顏色夠飽和唇膏基本上沒有色差的 然後很好滑的,不會塗到一塊一塊,Carmen卡死皮那種 是好像牛油在上面那樣,不厚重的 不會有塵膜和沒有香味的 我自己是很喜歡的 但是呢 它真的會印出來 這個顏色有機會是停產了 因為我在官網找不到,但我是2月才買的 所以大家都可以去專櫃那裡問一下 然後第二款就是Make Up For Ever的Rich Artists Shine On 這個我只用到很少 顏色是134號色 它是我今年遇過最適合我的MLBB顏色 可以說是一個白雀奶茶色 在我身上它是做到修飾唇紋 對於我這種唇紋怪是非常友好的 因為一塗上它,它會像融化了 然後呢 就會看到那些唇紋淡了很多 我很開心 然後 持久度方面,它一樣都是會交換的 所以戴口罩前我通常都很少用 然後我是經常經常在影片上用的 因為很多時候我發覺眼妝比較濃的時候 再用這個和我本身唇色是比較像 優化版的一個素唇效果 我真的很喜歡 它塗上來的時候是有香味 這一點大家都要留意 因為我知道有些人是沒有那麼喜歡的 然後就到Too Faced的Lady Bow Pigment Lipstick 都是比較偏奶茶系列 今年是很喜歡這一類的顏色 如果要我形容的話,它是偏向肉桂奶茶 是不是開始有少少分不到呢? 其實不同的 Bobbi Brown的這個是比較粉紅一點的 然後Too Faced的這個是比較耐廉一點的 而MAKE UP FOREVER是會再啡一點 紅潤感是沒有這兩個那麼厲害的 它是清爽一點 沒有剛才兩個唇膏那麼油潤 但是呢,就不會乾的 它是...同樣... Transfer得很徹底 不過它的持久度會高一點 因為剛才兩款真的一抹的時候已經沒有了 但是這個呢 我抹走給大家看 它是會滾到的 它是有少少香味 但是塗在嘴裡的時候 不會說存在感很重、很濃郁的 然後妝效方面 它沒有修飾唇紋的能力 但是也不會說很嚴重 對於一個霧面唇膏來說 我覺得它的表現已經不錯了 另外就到這三支 我戴口罩的時候會用到它們的 不怕整個口罩都是唇膏印 這一支是Excel的LV03 已經是我的第二支 它的顏色是比較偏向藍番茄色那種 我習慣用這一類型的liquid lipstick 在唇中間點幾點 再用手指推開它 這樣就做到一個很透薄的效果 為什麼不去到很飽和呢? 就是因為... 它不算很transfer 如果在口罩後面 你塗得很厲害 很飽和 很pigmented 的話 一拿開口罩 血盆大口 我怕嚇壞人 所以我也是想要一個 自然一點的妝效 它是很輕透 然後沒有存在感 很舒服 不會張著嘴巴 不會厚重 聞下去 沒有什麼味道的 有一點點唇膏味 不是香味那種 然後修飾唇紋的效果 不算很強勁 應該說是沒有 但是它也不是惡化那種 這個是開架品牌 大家都可以在Donkey和Cosme Store買到的 輪到韓國品牌Romaine的Multi Velvet Tea 這個色號是05Vanilla Tea 但是我覺得它不像雲呢拿 是一個南瓜奶色的顏色 比較秋冬一點 夏天我是比較少用的 但是有時候整個造型想要一個偏橙少少的唇妝 我都會拿它出來 它是絲絨面的 你會感覺到嘴上有層毛毛湧湧的感覺 它雖然不是光澤型 但是絲絨面竟然可以幫助我修飾唇紋 看下去是沒有那麼明顯 沒有那麼深一條條坑的 它是有少少真的很輕微 它是交流在手上的 但是這個情況你要同樣塗到它很薄 如果你是口塗的話 它是會掉到口罩那裡的 還有它有香味 它的香味很明顯 是一陣假的巧克力味 這一點我沒有那麼喜歡 但是顏色 而且它沒有那麼容易交流到口罩 兼且絲絨的質感 我自己都覺得是可以彌補到它的味道的缺點 Chanel的這款Rigid Alert 在疫情期間我是燒了超多朋友去買的了 手頭上的顏色是83號色 一個很漂亮很漂亮的乾燥玫瑰色 它是很少有的光澤型唇膏 盡情塗在嘴上 都不會怕掉落口罩的 非常非常神奇 我試給大家看 我塗完之後真的只有很少 我剛剛塗它還沒有乾的 很多時候我塗完大約五分鐘左右 然後戴口罩 口罩是白色色 沒有任何唇膏 塗在嘴上 它不會不舒服的 然後有少少很輕微的黏 也有少少的香味 不是Chanel平時其他的化妝品 有很強勁的味道 修飾唇紋的能力它是做到不錯的 因為它始終是比較光澤型 不會把我的唇紋完全顯露出來 但也不是玻璃咀的那種 最後跟大家分享多兩個新款 這個是Laura Mercier的Berry Kiss 剛剛在Guess Ready With Me的影片 都跟大家介紹過 來自最新的Rose Gold系列 它的顏色是一個很漂亮的梅紅色 但比較清透型的 你會看到不算很飽和 有少少的光澤感 塗上嘴很水潤的 然後呢 沒有味道的 我自己最近都很喜歡 不過呢 它是會盡情交換到手裡的 不過這個顏色真的很漂亮 很適合斯文的打扮 想女生一點的時候就可以塗它 最後就到這支M C Skin的 Folium Scen Lip Perfecta 它是一個Lip Gloss來的 比較偏向透明粉紅色 不是很實色 跟之前介紹的那些是不同的 它的主要作用就是打造很豐盈 很juicy的嘴唇出來 大家看不看到呢 現在我是嘟起了的 只塗了它就是這樣的顏色 平時我就會塗其他唇膏 再加上它在上面 真的有一種想塗下去的感覺 它有點像Dior那個 都是薄荷 然後你塗完之後 涼滲滲滲 然後嘴唇就會這樣 吞起了 看上去是很透明 有層膜 但是呢 它就不會很張 只不過上面 真的會有一個存在感 好了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了一些 我經常用 或者長期放在手袋裡的唇膏 希望大家會喜歡 如果說持久度的話 全部唇膏吃完的都會掉 我做不到吃完之後 它還有症 不知道是我太粗魯 吃上太差 還是其他人有一些特別的方法 可以吃完之後 還有唇膏在嘴裡 所以我只可以用這個唇印在手上的形式 告訴大家 在我身上 或者是我戴完口罩 究竟它會不會掉去判斷它的持久度 對了 希望大家都可以參考一下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按個讚和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會 upload兩條新影片 逢星期六更早商 逢星期日更早12點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